兩個月前提過這個蒙巴頓昏著死的時候 幾張報紙都不同 說到的背份 如果好像中國人那麼詳細分出來的話 就沒有問題 很清楚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裏 這件事可能是自己的文化的關係 一向我們分得那麼清楚的時候 當然看別人的 他就這樣一個uncle這樣講完 連我這個表白都uncle 人家不會懷疑到uncle 即是跟誰有甚麼關係呢 即是沒有的 uncle就很簡單 已經accept了接收了 接收了uncle uncle的簡稱可以說是甚麼的關係 但這件事就是 究竟會不會說到我們這一代 或者下一代 真的說出我和大家的表的關係 但是應該是你是誰 你是誰 會不會以後真的算到無可計 或者是不會計 以後 變成不能再叫表白 就是學外國人 就是學外國人 uncle 就是這樣 有胡蘇就叫阿伯 老爸 有胡蘇就叫阿伯 沒有胡蘇就叫阿叔 以後也是這樣 會不會是這樣 當然不會 這件事就視乎你自己怎麼做 如果有些決定是放棄 那些這麼複雜的稱為 以後見到別人說親戚就親戚 這樣就可以 一樣可以做的 究竟他們有沒有問過 甚麼時候可以有個表姨掌叫 表姨掌…甚麼叫表姨掌 好,算了 到後鐘了 不要說表姨掌 到後鐘了 表姨掌 這件事…表姨掌 已經有了三個表姨掌 三個這麼多? 厲害,阿蘇,你厲害 我有三個姐姐 不是,你厲害,你真厲害 對,很厲害 有三個表姨掌 所以… 對,這件事不錯 再有第四個 這件事已經不太好 叫人家錯了號碼 又不好意思 又難分,這麼多個表姨掌 是否叫你們四表姨 我不是第四,我是第六 叫你六表姨 對… 你叫甚麼六表姨掌 真的很複雜 很複雜,所以我也決定… 你決定甚麼 不過這件事不到我決定 別人決定,對吧 我想很多人都心中決定了 至於他們的決定是甚麼 我也不願意知道 至於現在星期五,我決定去哪裡 我自己就知道 你會否跟著來 好,就是這樣 明天再見,再見 再見 當大家再見面的時候 已經是星期一的下午 有個問題 就是今天第一次發覺 要問蘇女士 我一向也想不到 你竟然會做這種事 甚麼事 我在某份雜誌見到一件事 見到甚麼 見到蘇女士 曾經在某段時間 受到秘書小姐的專業訓練 原來你讀雙科 這件事 你不知道嗎 我當然不知道 我想不到一個人 可以有這麼大的勇氣 可以去做一些他不可以做的事 不是,這件事 我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可以做 不過當時我要解釋給你聽 當時我的心情是怎樣 不要緊 當時你去讀雙科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手法 好像伏布那麼長 不是 不是 是否穿著很短的衣裙 以後我也會做白領 你不理我 我告訴你 我的情形是怎樣 當時我中五畢業 第二次 人家一生也只是一次 第二次 仍然成績 平平不得已 簡直不算好 簡直很頑皮 這點我想大家都了解 這點我自己也了解 最了解的是我媽媽 當時我又不敢提出 我想去外國 大家自動自覺好一點 當時我提出去外國 嫁這個金生阿伯的時候 你又說 好 快點去 早上早上 但如果要讀書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頗尷尬提出 或者頗尷尬去拒絕我 於是乎 那就好了 不了業 難道要找工作做嗎 應該 當時的心情 又不太想去找工作 當然沒有人請 因為仍然發覺 讀書的生涯 仍然是非常多姿多彩 而且也是值得留戀一下 就算讀了十幾年書 也好像不夠 讀夠二十年才夠 結果 但自己仍然有個心情 想去外國讀書 都是在等這個機會 如果一出來工作的話 如果不繼續讀書 一出來工作的話 那就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有可能 於是死了 如果讀中錄 人家神收了 有誰收 那個光光頭的人 於是乎 只有五科合格 那時候想要做師姑 幫他學 於是乎 去申請讀雙科 想讀雙科也好 雖然我不是想要去做秘書 但仍然有書讀 一直堅持著 讀書 不會懶散 找工作做就認真不想 結果 一開始申請入學的時候 同一時間又申請去外國 怎知道 讀未夠一個月 已經發現自己可以去 可以離開 離開香港 可以去加拿大 這樣即時不上學 很明顯地 結果就交了五個月學費 但是上學只剩三十多天 當時你的想法 就是以後一輩子 打算做白嶺小姐 乖乖地長圈一道 高姐走一隊上班呢 絕對不是 當時我完全是過渡的時期 打算繼續讀書 但又不知道讀甚麼書 別人中錄又不修了 事態甚麼都扭著讀 也不知道有甚麼結果 結果也不錯 比現在在打字 我想被人炒魷魚炒了很久 你說如果老闆請著我做秘書 就笑死到我生病 要是笑七次,對吧 是嗎 是 但是有很多時候 除了請我做秘書之外 請我做甚麼 是